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一个朋友在供养鬼 会对身边的朋友有影响吗 有 这个叫做尽朱则赐 尽末则黑 你看嘛 叉叉在这个旧金山那么多年 那他被他讲话影响洗脑的非常的多 跳得出来的 非常感谢 跳不出来的 我们也觉得应该帮他祈祷 也要帮他 尽量讲解给他知道 他已经走偏了 已经走入歧途 应该要给他知道 回不来的也没有办法 但是事实上你养鬼是会对身边的朋友是有影响的 因为气会传给你啊 那个鬼气啊 它会 它也会影响到你啊 这个久了呢 你觉得养鬼也没什么 很正常啊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等于是一种洗脑完美的问题啊 如果他们养鬼 而攻击性很厉害的话 该怎么办 你观想师尊筑顶啊 观想光明就在你的前身啊 你自己有正念啊 绝对不会受鬼影响 你自己失气正念 一定会受到鬼的影响 这是第二个问题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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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